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把航海王 熱線航線啦好不好 那之前就已經跟大家預告了喔 接下來就會有紅髮的登場 但是這個紅髮的話 好像聽說是頂上戰爭的紅髮 也就是請給我面子紅髮好不好 所以這邊的話呢 應該也是蠻刷 怎麼看起來 還是蠻像RAID的啦 來看一下喔 這一次對 他這個應該是那個 給我個面子喔 就是他最後的話就是白鬍子跟艾斯的 那個頂上戰爭的後面 他有過來 然後跟大家講說請給他面子 但是這個看起來 也蠻像RAID的感覺的咧 紅髮真的是帥到一個爛掉喔 那這邊的話呢 83抽就可以獲得一個傳奇級夥伴了 所以是鐵定沒有問題的啊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 100張圈圈 4310個這個果實 完全沒問題 那我們就先來夥伴試玩一下 這隻怎麼感覺像是那個啊 不知道 我只覺得好帥好不好 帥爛了 紅髮好不好 紅髮的話基本上如果去掉老頭團的話 也算是我蠻喜歡的 啊 這個 我知道這個他喝酒的那個地方的話 應該是跟那個白鬍子在那邊喝酒的 所以這隻的話應該就是那個 以前的紅髮沒錯 哇靠 欸 好順喔我的天啊 太順了太順了 這隻手感很好欸 你自己看他的這個斬擊 哇靠 比鷹眼他們 快幾百萬倍 而且他還可以蓄力什麼之類的 哇靠 整個紅爛啊 我的天啊 好帥啊 欸他這邊還可以蓄氣喔 不是欸 幹嘛紅髮太強了吧 哇靠 哇靠 欸這樣玩起來很high欸 我雖然看不懂他的技能在說啥 但是我覺得這樣展起來真的是high到一個爆炸 激鬥技會展出五道超遠距離的劍器 劍器可以抵擋部分的飛行道具 哇靠 欸從這邊看起來才知道紅髮有多強你知道嗎 因為你在動畫基本上都看不到啊 或在漫畫也看不到他到底有多強 但是這款遊戲的話 哇靠 紅髮真的好強喔 按住普通的技術打開劍氣槽 普通攻擊盒一技能型態會發生改變 一技能變 呃 變為多段劍氣這樣子喔 什麼 按哪一個 按住普通攻擊 喔唷 喔 Island 太神了吧這個 你們有看到嗎 超扯的欸 太扯了 他的普通攻擊按住之後 就可以變成這個遠攻距離的有沒有 然後按住之後就會變成原本的 開啓劍氣槽連續使用一技能 好 哇靠 哈哈哈哈哈 欸這隻 這隻能不抽嗎 幹 哈哈哈哈 幹 媽 摔到爛掉欸 這隻鐵定要錯的吧各位 這太省了吧 然後使用奧義 奧義是哪一個啊 這個吧 大家 那個錢都準備好了沒 好險我有純石頭欸 媽摔到爛掉欸 我的天啊 你自己看他這個是殺小 當無雙在砍了欸 紅髮全勝10起喔 我靠 我靠 各位 如果之後出台版啊 什麼前面的角色都不用抽了 等紅髮啦 看嗎 帥爛欸 我的天 喔 我真的受不了 太省了 太帥了 帥到一個沒朋友 我的天啊 好 那一般的結束了 就來一下實戰演練啦 我覺得這種角色也是頂麻煩的 因為帥到一個我根本就不知道 要怎麼去控角 你知道嗎 就跟那個美音一樣 就是全部招式 趴出去就可以了 而且 這次的話也是可以切換進攻跟遠攻的 我覺得應該蠻不錯的 先暗示蓄力 喔沒有 他氣草要先滿啦 他可以一直順一直順欸 好扯喔 天啊 而且 他的斬擊真的是快到一個沒朋友欸 你自己看 斬擊超級無敵快的 然後我們這個劍氣滿了 我們可以切換劍文殺 哇靠 這個真的很扯欸 給個面子 給個面子 哇 真的好扯 不過感覺就是很花 打PVP的時候不知道有沒有真的有實戰價值 但是帥到一個沒朋友 有夠帥的 你自己看 這到底是什麼鬼東西 這個 這真是 紅髮最屌的時候了吧 因為在漫娃或是什麼東西 都只有看到他就是用他的霸氣 完全沒看到他戰鬥過 你知道嗎 來 看一下 他媽 帥到一個沒朋友欸 各位這個 太帥了吧 我的天 這真是帥到一個沒朋友 欸 他在說什麼 戰鬥結束了 所以應該是那個 頂上戰爭的紅髮沒錯喔 欸 這款遊戲這個 真的做得好屌喔 呵呵 因為你看其他遊戲比如說像我們的那個 Bounty Lush就沒有辦法做得到那麼壞了 畢竟Bounty Lush他的話基本上就是 1技能 2技能加上一些就是我們 就是那個奪寶的一些東西嘛 但是 這個 因為這個是無雙遊戲的感覺 所以他真的是 屌到一個爛掉 好險我有存卷喔 我沒有存卷我一定後悔到一個爆炸 超強的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打部分的話一定也超強的 他就直接展爛那些敵人這樣子喔 那我們就來我們今天的重頭戲啦 給我個面子好不好 直接 失戀抽 周琪 我們這邊100張券券啦 應該是完全沒問題的喔 周琪 紅髮傑克 我其實已經很久沒有抽卡了你知道嗎 所以這邊我已經忘記他的這個 抽卡畫面的東西 應該也是有更新吧 紅髮那我們來畫一個草帽好了 結果會不會都抽到魯夫啊 草帽 呵呵呵這像草帽嗎 來 10抽出 紅髮傑克 有沒有機會 來啦來啦紅髮紅髮紅髮 有沒有有沒有 沒有這是綠色的 就是我們的這個福克斯 喔他現在會給你就是 他這樣蠻常出角色碎片的耶 騙人步 沒問題 再來我們的第20抽 反正這些都很正常啦 反正83抽之後必得一隻傳奇角色 那個是完全沒問題的 我大概玩這個遊戲就只有一開始抽鷹眼的時候 是超級無敵好運的嘛 鷹眼的那個時候我們是直接就是 10抽直接中這樣子 很爽 來啦紅髮我一定要拿到 真的是太帥了 是我們的二樓 其實他的整體來說每一個角色就是那個 登場啊就是那個模組的這個塑造啊 所以版本更新的話他其實都有變得就是比較 華麗跟立體跟就是比較帥氣這樣子喔 如果大家從一開始就有看 或玩到現在的話應該就會發現 好 達斯奇 其實我自己也是蠻喜歡達斯奇的啊 我其實蠻喜歡看 他跟索隆扮嘴的部分 我覺得就是有點回到就是因為 達斯奇就是像索隆以前的那個玩伴嘛 我覺得如果他們能夠好好的交流的話應該 會還蠻不錯的 好 那這款遊戲我覺得其實 保底是還不錯的 然後再加上他可以自己去就是那個 關卡帥 喔 巴西又來了 這個是S級的 哇 可惜 我們現在要湊的是SS的會比較再亮一點點 我一直都是這個福克斯 還有沒有機會 沒有 這是我們的瓦一帕 有沒有機會 亮一個超級橘 這是我們香吉士喔 香吉士那個就是兩年後的那個版本 是真的很好打PVP的喔 那個直接把邊踹到天上真的很扯 好 再來第 不知道第幾抽了 反正我們現在基本上只要就是把那個就是我們的那個什麼 只要就是把我們就是那個保底抽完我們就可以慢慢去累積他的碎片了 因為主要來說哲平還是在打PVP環節喔 哇 這個 這個紅髮去PVP感覺最近PVP是不是都要遇到紅髮了好扯 有沒有機會 直接稍找出 拜託了 沒有 我覺得自從我抽到那個10抽的這個 那個誰啊 10抽的鷹眼之後就再也沒有就是 10抽過角色了 好像後面每一隻基本上都是保底 對啊 都是保底這樣子 來 我們現在還有60張圈圈啦 那代表我們應該抽了40張圈圈喔 感覺畫圖沒有用啊 草帽草帽 而且我也不知道就是 看這個金炭號嘛 其實我也不知道就是究竟要怎麼看才會知道會不會抽到一些好角 我只能看最後面的這個 大的這個表示 剛剛他有亮兩個金炭號啦 不知道是不是那個就可以判別 裡面紫色的 這一次卓越的很多喔 我們就會 亮一個金的吧 艾比達 沒有 一樣都是紫色的 我們可以觀察一下魯夫的這個 表情跟表現好不好 33 而且我記得這遊戲的就是最後一個保底的那個83那個傳奇 好像是一定會出就是我們這一次的這個卡池裡面的 他不會歪其他的喔 所以這款真的是頂佛的 又是金炭號了 亮很多 他剛開起來好像很開心欸 要有了嗎 二樓 又有了嗎 有沒有有沒有 綠色的 又是艾比達 又沒有機會 沒有 紫色的達士奇 來了吧 該來了吧 Mr.E 尷尬喔喔 喔他如果就是 亮得很開心的話好像就是我們這個超煩喔 就是S級的 那S級其實我現在也比較少在用這些角色的 因為我們通常都是 用那些就是比較厲害的那個就是 那個S加的 然後就是SS級的 看一下喔 一直挖鼻屎欸這魯夫 是不是旁邊那個魚也是有那個啊 這樣好像也是很開心欸 這樣有中嗎 我也不知道 來 不過我們已經做好保底的打算了啦 而且這隻紅髮我說真的整個手感 感覺起來是 真的有點猛喔 所以非常非常建議大家可以抽一下 好啦 各位 在13抽 我們就保底了 欸 那我們等一下就單抽把傑克抽出來喔 應該是ok的喔 來來來 感覺好像都一樣欸 他這個表現 好像沒什麼差別 真的只能看這邊跳出來的亮的東西了 各位 來吧 各位 喔 有了 這個應該有吧 水 沒問題 紅髮傑克 香克斯 帥到一個爛掉 我們這次算不錯欸 因為我們不是 不是那個 不是最後的保底 然後這遊戲好像抽到就會刷新了 如果不會刷新的話我應該會再去抽一隻吧 反正我們只差3抽就 對會刷新 好不好 這邊刷新了 所以我們這邊 剩下20抽 可以 沒問題 而且他會送我們碎片喔 然後 這個香克斯的話應該是那個吧 就是不是 不是我們的點藏角色 所以他應該是可以那個 去打他的碎片的 看一下喔 這邊可以打他的碎片 所以是 沒有問題的 好 那這個角色沒有問題 一定是先升爛的喔 我先看一下他是什麼屬性的 應該是 新屬性的是不是 那不錯欸 因為目前來說我真的還蠻缺 新屬性的東西 居然不夠升到滿等欸 我居然不夠升到滿等 居然嗎 OK 先給他吃個好感 這樣我們就解完那個美日任務了喔 然後 他的覺醒的話是新的 一線覺醒可以 因為我們現在新的話大概就只有女帝跟羅賓啦 那這次多了一隻這個 多了一隻我們這個的話應該是 應該是還蠻爽的 這個覺醒石頭好像是最近新出的東西 我也不知道該不該夾 我們先去玩一下這個紅髮好了 因為我們之前的話呢 就是因為白鬍子跟卡普他是利的嘛 然後 技巧屬性的話就是 鷹眼再加上我們雷利 那現在 新屬性的話大概就可以用這個 霍達漢考克跟香克斯的喔 完全沒問題喔 我們這邊的話基本上是 那個 比較需要一些各個屬性的 因為畢竟如果你要打副本或什麼之類的話 還是必須要有一些就是那個相對應的屬性 去打一些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隊伍的話應該算是蠻齊全的喔 看真的帥到一個爛掉喔 香克斯來了啦各位 直接 直接刷無雙沒了 直接 直接刷無雙沒了 結束了 太神了吧香克斯 對不對 到時候我會先去PVP練習一下看一下 香克斯的這個 PVP究竟表現的程度怎麼樣 因為我們之前玩的話美音都是可以直接困到別人的嘛 對不對 那香克斯的話感覺就 應該是打另外一種的好不好 好猛欸我的天啊 他一開始就會先給你這個 就是滿氣槽 滿氣槽的話你就 閃完了 滿氣槽的話你就可以就是放你的那個就是劍氣的喔 好那我們今天玩基本上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香克斯到這邊囉 目前來說1月19號 你已經可以開始抽了好不好 完全沒有問題 完全是超級無敵帥氣的一隻角色 我只能說 以目前來說玩過這款遊戲的所有角色比起來的話 他絕對是有魄力的 絕對是 可以當之無愧的四皇 完全沒有問題 超級無敵帥 而且你在我們就是漫畫或是動畫的話很少看到那個 看到紅髮有這麼多的戰鬥畫面 我覺得這款遊戲真的是 屌炸天 大家如果想要抽的話 趕快來抽一波囉 那繼續玩到這邊了 我是品杰見了 大家 掰掰